對 我覺得這次馬先生 那他去 我想他期待很高 他這個歷史定位 他希望做些什麼 可是問題是他現在也不是他在執政 就是說國民黨也不是他當主席 但是他這個期待 大概是用他的agenda 用他的想法 沒有去成北京 當然不意外 可是另外一個你可以猜得出來 符合他有很高期待 這樣的推測的 就是昨天的聯合報 在講說丁薛祥接機這件事情 除了這件事情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 那聯合報同一天還說 九二共識就是中華民國 結果朱立倫馬上說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這樣討論 那有這種事情 不會完全是空穴來風 一定是某一個程度上 有一些交流跟對話 那譬如說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先講 他本來期待 您說他期待是丁薛祥 他期待 好歹是政治局常委 對 可是對方就北京可能也沒有回YES 也沒有回NO嘛 結果來那個 對啊 你想想看嘛 如果說聯合報早上登了說 丁薛祥要接機 如果根本沒這回事 根本連這個期待都沒有的話 對不對 那那個消息成立 馬上第一個小時就否認了 說沒有沒有沒有這個事啊 他就不知道嘛 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他一定把話丟過去了 對方沒回啊 那好 那我的意思說 不管是有沒有期待馬席二回 還是有沒有期待後來做 像趙順山老師說的去北京作罷 他一定有某種程度的期待在這邊 那這個期待不是見高官 不是見習近平 這個期待是他覺得他是卸任總統 他覺得他想要幫國民黨 做什麼嘛 那這個做什麼就正正好 就是國民黨現在準備要選舉的 所有的政治人物 包括國民黨是最怕的事情 不是這樣子嗎 就你不要做 什麼都不要做 你不要做 因為你做了什麼事情 他馬上提一個中國 下的九二公司反臺度 你怎麼回 你也不知道怎麼回 那當然就是說 合理的期待是說 那碰到這種場合 不管是丁薛祥還是王滬寧 還是甚至是宋濤來 說你要講啊 你要說中華民國存在啊 主權獨立的國家 已經存在一百二十二年啊 等等的 你要講嘛 好那他有沒有講 他會不會講 我們不知道 今天是第一天 算是第二天 那我們聽起來關係 雖然剛剛小平說 中華民國特區 還是要給在中山林 講中華民國什麼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插邊球 博文講的沒有錯 現在老共的南京中山林 就是給你誇一個誇號 叫做中華民國特區 在那邊講中華民國 OK的 他可以勉強接受 而且過去有潛力很多了嘛 王玉琦那時候去也有啊 對不對 他有念這個民國多少多少年 問題在於你接下去的時候 你怎麼講 你跟人家面對面 宋濤坐在你對面 對不對 王滬寧跟你見面 這個宋濤一定會跟他見面的 那王滬寧也有可能 那甚至之前 他們期待的丁薛祥來 那你要怎麼說這個事情 你要不要說 除非對方根本一句話都不提 跟你閒話加場 扯屁聊天 那就另當別論 可是不會嘛 他們來了以後 怎麼可能不帶這些必講的話 必講的詞呢 你是臺灣的這個 你是馬英九 一定會講 那你說不說這件事情 就會對國民黨的政治行情 有衝擊了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他這次被降格 對不對 降格我們當然覺得不捨 我也覺得你怎麼做中八 你是前總統 對不對 你前總統 你永遠都是前總統 你沒有說是曾經什麼 有沒有特勤保護 有沒有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你當過總統 你就永遠都是總統 那怎麼會到了 到了對岸去變成這樣子 沒有紅地毯 然後這個腹部級的 然後又做中八 怎麼會這樣呢 可是他這樣對降級 是對馬英九的不尊重 也是對中華民國 對臺灣的不尊重 可是我跟你講 來贏很多人 可能看到這個畫面 心裡鬆一口氣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事情 基本上沒有那麼快 你今天如果丁薛祥來了 丁薛祥來接個機 他就回去北京嗎 不會嘛 丁薛祥接機了以後 一定兩個人會坐下來談一談 那一定就會有說 那你談了以後 你要講什麼 你要不要公開講話 你要不要講說 你們講了什麼 那你要不要公開談這些事情 那你那個畫面 要不要現場轉播 那這件事情 這個馬上就提前攤牌了 那馬上提前攤牌 這件事情 我估計才會是藍營最擔心的 那好 那我們現在就看說 那老公到底在玩什麼牌 為什麼這個 這個馬英九來 一開始這個高高低低的接待 層級誰見誰不見 也搞神秘也不講清楚 我認為合理的判斷是兩個啦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現在中國的國際關係 其實是很詭訣的啦 好那中俄之間的關係 也正在行錯當中 那美中的對峙 敵其確實在升高 小英要防美這件事情 美國我們當然也許會講說 這個斷交的事情 那麼是不是雙重承認 等等這些問題 我覺得馬英九 這尊大佛請過去 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那老共可高可低 收收放放 依這十幾天來的形勢 隨時變化 是拉高規格 還是降低規格 這件事情變成最大一尾的 統戰的對象 把他這尊大佛請過來的時候 變成隨時 他可以再運用這個層級 你說他要看著小英總統在美國 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對啊 然後決定我這個地方 要講什麼 還有各種情勢的變化 好那我要講的是說 客水主變這件事情 我們去做客 當然是客水主變 你是國家元首 你是我們國中華民國 臺灣一票一票選出來 當八年的總統 你這種去 你怎麼可以客水主變 你每一件事情 你的行程 誰要出來跟你見面 跟你談什麼 你要講什麼 他要講什麼 這個都講出來 不然你就不配當 我們中華民國臺灣八年的元首 怎麼客水主變 你去那邊是陳元峰街機 還是丁宣佳要來 你都搞不清楚 接下來王滬 你要不要跟你見面 你都不知道 然後老共那邊要講什麼 你要回什麼 你都不知道 那如果你知道 坦白講 昨天聯合報不會登這個 你也不會不否認 你就是不知道嘛 那不知道什麼意思 不知道就是這一張牌 你馬英九馬先生這張牌 已經牢牢的被老共抓在手上 放在口袋裡面 這十幾天就變成隨便他玩 所以我現在講回來 就是說我們要聽其言關係 今天第二天南京中山林 中華民國特區 他沒有講不該講的 他能夠講的都講到底 講到點上了 這件事情沒有扣分 但是起碼今天可是接下來 你除了中山林 你除了中華民國特區的時候 你跟老共的重要官員 對話的時候 你要不要講才是重點 因為老共有一個傾向 過去也發生過 我就讓你講一次 你在中山林講 出去以後你就不要再講了 這一次我們就看他是不是這樣子 就後面還會被講 依我對老共的了解 老共就是這樣 我讓你講 你就講這一次 你就在中山林面孔 就是今天早上講 你就講這一次 接下來拜託你不要講了 你私下怎麼講 就跟二零一五年馬席位 那是你的事情 你公開 你不要再跟我提中華民國 已經存在的事實 你不要跟我提 什麼主權的問題 你不要跟我提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互不承認主權 什麼這些 你都不要提了 你就四四反台獨 四四九二共識 那我們要接下來看 他怎麼應對 因為有很多時候 當然你說一個元首的身份 有很多事情不是 就算是卸任元首 那不是自己想要做什麼 還記得 應該也是吧 前週我們在任內的時候 有一次會講說 因為官邸裡面一定都有廚師 有什麼什麼什麼那些 就講說為什麼一定要有廚師弄這些呢 所以為什麼不能去 就像大家一樣去訂便當啊 或什麼 我們就想說不要鬧了 真的不行好不好 因為你知道這會搞得大家天翻地覆的 你隨便說像我們大家錄影常吃便當 你說你要吃哪一家便當 你知道所有的國安特勤人員 前一天大概大概前幾天吧 就要把那家便當店整個超過一遍 所有的菜進來要全部弄過 然後包括出去 不是你想要跟大家一樣 那沒有辦法 這是在國安維安上一定要做的事情 和外縣的 後來 嗯 那